第一波的防守 都是有伴藏人丁人 馬上就有一句外線投射的是康瑪士 康瑪士前兩戰蠻低迷的 出手受到了影響 就講到星巴 其實星巴在前兩戰說真的 你就感覺他打得還蠻輕鬆的 剛才在康瑪士火力全開 把空間拉開恆太傑 沒有對向來我就投 這一次是打一個星巴腿防不及 讓康瑪士在籃底下擺進兩分 好 如果說過 雙方比數依舊緊咬 35比34 騙了第二拍 最後給角球康瑪士 其實今天康瑪士有非常非常多的出手 從手段向貢獻他的價值 好像林依暉來對位李凱諺 來看一下李凱諺要怎麼處理 湯瑪士的中距離 如果這一點可以進球的話 就有可能會把星巴 功能是在下半... 第二節齊奏走的是3-2區域聯防 這球湯瑪士衝達活蹦籃板 進攻籃板加1得分加2 一個切分 一個切分 湯瑪士左邊來一個3分球 好球 今天湯瑪士來當射手在用 好 我們看他的三跑出來投得近 這樣比賽絕對很有機會 看一下再度把湯瑪士拉到左邊的底腳 再投一顆 再來一個3分球 一模一樣的位置 要投到你出來為止 好 所以我們看 柏仁瑋這邊要怎麼應付了 是不是用下半場 出來之後兩隊的命中率其實都很高 湯瑪士這邊要到... 哇...這個M1差了一點點 好 我們來談一下湯瑪士的位 他回到...能不能回NBA最大的問題是 當你是這個賽事你是... 因為NBA的教練認為 好球 這邊再把球塞給湯瑪士 這個小球交進去湯瑪士 反手得分 哇 現在楊晶瑩變得誘惡了 楊晶瑩這樣比賽已經行 哇 朱仁瑋現在很聰明喔 沒有輕易的被這個M哥的假動作給騙掉 這邊請慕倫斯的火鍋 3打2 O2 湯瑪士再來一個2分 你看... 其實也改變挑戰很快 市館長 楊晶瑋面對朱仁瑋的防守 戴韋斯 這邊是湯瑪士再來一個中距離 但是... 耀忠有沒有發現這一次最大的不容是什麼 星巴撲出來了